马华总会长拿督斯李卫嘉祥针对郭贺瑶华小见效课题 向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夏战书要求展开一场王对王辩论 但因为无法取得警方的准证辩论宣告取消 柔佛总警长拿督卡马鲁丁扎曼今天解释 这场辩论可能会破坏周选的和平氛围 警方在评估各种风险后决定不发出准证 不过马华没有放弃 不排除在周选后再设擂台 魏嘉祥与林冠英的王对王辩论 原定今天下午两点在柔佛新山中华工会礼堂上演 无奈主办方摆好擂台证之后 警方拒绝发出准证 辩论被迫高吹 罗富州总警长 卡马鲁扎曼在记者会上授寻时强调 凡是扰乱公共秩序或引发民众不安情绪的竞选活动 一概禁止举行 他说辩论可以选择其他形式 但是面对面交锋却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警方衡量轻重无法放行 数据显示 从2月26号到3月5号期间 警方在全柔佛州一共批准了1411场政治讲座 只有6场因为不符合资格而遭到拒绝 当中包括王队王辩论 辩论会胎死附中后 马华已经致函通知行动党和林冠英有关警方的决定 但是马华柔佛州秘书 那都黄清新在信中也提到 他希望林冠英在周选结束后 以及卸任秘书长职位之前 能和魏家祥针对郭贺瑶滑小课题展开辩论 因为一旦林冠英卸任 就再也没有机会上演王队王之战 另一方面 柔州警方也通报 从提名日至5号为止 警方一共接获了152宗有关周选的投报 其中也蓄意破坏政党党旗和候选人不调的投报最多 目前已经有10宗开档调查 其他投报则包括无准证举办演讲 超时演讲 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在社交媒体挑起不满情绪等等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